今天這位來賓 他從小就住在緬甸玉石的礦區附近 所以可以說是從小就看著很多人 因為翡翠 因為玉石而發財 所以後來他長大之後 雖然搬離緬甸了 但是他個人非常喜歡跑泰國 或者是泰國緬甸邊境 他光是去泰國的次數就超過150次 已經去到連海關都認識他 所以據說他的行李箱上 會有特別的標誌還是貼紙 等一下好好來問問他 他的待遇彷彿是超級VIP一樣 所以我相信他對緬甸玉石的 獨到的見解跟他非常大量的收藏 都會在今天的節目裡呈現給大家 讓我們來歡迎今天這位來賓 張星大哥 我是... 行家 張星大哥 今天來這裡有點緊張 緊張... 很緊張 可是說真的 您可以算是緬甸玉石行家 因為你小時候是住在那裡 為什麼 住在那邊 什麼因緣際會之下會在那裡長大 因為我在緬甸是開車的 開吉普車 開吉普車 吉普車在偷走開後兩用 這麼厲害 他認識很多 我住在緬甸 米芝納 是... 米芝納離帕港大概105英里 是... 但是我開車要開一天 宇宙要一天多兩天 所以等於您在緬甸那裡開了多少年 開了幾年車子 開了大概... 我兒子還沒生我就開了 張家晨 那大概16...17歲吧 從等於年輕就在那邊 對... 那那個時候 您說看到很多人因為匪罪 因為玉石 發財 發財 你那時候有沒有想說 那我也來買買看看 那個時候開始買了嗎 第一個年齡小 第二個沒錢 那時候才賺錢 對... 後來我們因為年齡過不下去 就轉到台灣來 55年就來了 是 55年來到台灣 我們算最早的了 是... 方便問一下您今年貴庚 年幾年78咧 身體很硬朗 而且我跟你說 我覺得我們這些收藏 翡翠的這些行家 光看這些寶物 看你就笑咪咪很開心 你看張大哥那個笑容 他看著我 然後一直跟我笑著 我想說你今天有緊張嗎 你今天帶了這麼多寶物 你會不會在意他的 那個價格的漲 有沒有有點害怕 第一個 看口袋也沒有籌票 第二個我要看東西 我喜不喜歡 您今天帶來的都是 您精挑細選的 其中的幾個物件 算我喜歡的 喜歡的 精挑細選 現在可以說 有這個技術 可以精挑細選 是 但開始做我幾十年了 都是 逼得眼睛買了 就是要 那我們一件一件 來幫你看好不好 因為今天的這個第一件 我們就看到了一個 天啊 你看看 很接近老坑種的 這個肥蝴 水頭很好 對 而且夠大 夠空 對不對 水準很高 外面有一圈鑽 這個戒指 這是鑽 真鑽 真鑽 對 您這個五姐買多久了 這個買了五年 五六年的 那是近期囉 近期 近期在哪兒買的 在泰國 為什麼那麼喜歡去泰國 怎麼會去到一百五十次 那麼多 上癮了 上癮了 喜歡吃泰國菜是不是 對 酸辣酸辣 動腰了 動腰 動腰 而且還有一個 我母親是雲南人 雲南人 都喜歡吃酸酸辣辣的 所以酸辣對我來講 滿有興趣的 潑的淘汰 那你慢慢去從 泰文講起來了 因為老師也常常去泰國 但這個物件在泰國買 又是近期買的 算是近期新高好 買的時候 不是金子 也不是鑽 對 我就是 一道戒指 是 後來就說 它這個裝飾不好看 我一直到那邊去教工 改了一下 改了一下 很典型的就是泰國的工藝 這樣一件要多少錢 因為算是這五年內買 我買一次買兩個 一次買兩個 一次買兩個 大概花了二十五萬 是 那個比較漂亮 所以你這個在 那個稍微大一點 這個是小一點 所以你這是在Messi買的 還是在Messi買的 Messi買的 Messi 好 所以這樣兩件二十五萬 我們算平均一下 這一件大概十二萬五千塊 它這個算是很源頭買的 這個Messi就是在這個 Messi那邊 一般就是清賣 我們到了這個泰國 所以清賣 清賣很多人都知道 在上面你在清爛 清爛起來滑好還有直飛的 在那個緬甸的邊界 叫Messi 在那地方是在近三角的地帶 以前我們常常帶學生 去文件實習 我曾經穿著這個拖鞋 去文件買藍寶石的圓礦 回來家就燒了 在這個曼谷燒 在曼谷就問那邊 對 那燒 燒... 燒了喔 這一個寶石七萬塊燒了 當然賣了不少錢 電視再去那一顆 一樣類似的 對 變成十五萬 要怎麼漲那麼快 然後我說他怎麼漲價了 真的兩個禮拜前多少錢 他說上個禮拜你買了一個 賺的大錢我都知道 怎麼都每個人都知道 他漲價了 所以說真的 這個張大哥可以多吃 才會找得到源頭 去源頭買 是啊... 然後他也知道我自己喜歡什麼款 也改了一會兒 今天這個第一件 我們就幫您來評估看看 好不好 來 張大哥 請見價 這個顏色就是屬於藍色的色型 很漂亮的 所以在緬甸的藍寶石 要是這樣的清洗 它什麼都很乾淨的話 它價錢很高... 請見價 恭喜 小小算了一下 我們都在挑戰把大神 等你來開房 想開房插花摸一把嗎 我們都在挑戰把大神APP等你喔 然後他也知道我自己喜歡什麼款 也改了一會兒 今天這個第一件 我們就幫您來評估看看 好不好 來 張大哥 請見價 二十六萬元 恭喜 哇 很搭配耶 他當中兩個買二十五萬 現在一百二十五萬 因為這個首先第一個 就是這個 蛋麵 圓珠 手鐲 在翡翠 在裡面說不敗款 那蛋麵當然你要有這個特色 那第一個 他的水頭很好 沒錯 第二個他這個比例非常好 這很膨 當然 你說老師 那我家裡不膨怎麼辦 那當然價格就稍微低一點 你也不會花很多錢買 所以你就是用這個去討論價格 再來就是說 他整個顏色上來講 他是屬於那種 我們叫正綠色 老坑的正綠色 他微微的還是有缺點 就這麼大的一個翡翠 假如他的顏色再鮮豔一點 那當然可能再翻倍 那會黑了一點 我們就帶一點灰色 來來 戴個筆色時間看看 它顏色就會比較差一點點 不比還真不知道 是 但是我們那個比較黑一點 對 那平常假如這樣戴 其實已經夠水準了 單看的話都很OK了 所以我給他二十六萬 其實他的價格 在這個市面上來講 就是您要找這樣的東西 是可以找到的 因為你現在到泰國去 你到那個邊界去 他拿出來的 不是V的 不是C的 就是亂七八糟的 他先考你的眼力 是 所以假如你沒有相當的能力 沒有相當的功力的話 去是很危險的 其實在泰國買寶石 兩個東西最重要 第一個會講潮州話 第二個會聽泰國話 這兩個假如都具備的話 基本上來講 基本款就有了 是 比較好一點 下次知道了 張大哥果然是高手 也厲害 他說他們是老師級 不敢不敢 但是去了這麼多趟泰國 滿厲害 廖老師 來 我們今天看這個物件 這個物件在市場裡面的話 我們會講說 它是 還是偏暗 比較油 比較黃 它是油青 然後帶黃 所以它比較 比較鹹菜式 那現在你知道這個市場 它分成兩極化 一個叫做極減 然後一個像很多人 你這個款式叫極減 就是旁邊箱一圈對不對 對 這是極減 但是現在市場 如果是好一點的貨 對 或者是你是中上的 然後想要變得高級的話 就要改台 那改台是要改什麼呢 就是要改豪華款 現在有個趨勢 就是很多人呢 已經這個社交圈 並不是說 我每次出去就要帶很多 然後每次都要換 現在沒有 一帶出去就要嚇死人的 就是要 比較大的款 大萬 所以現在在改款上面 大家都是拿以前的 簡單的款 因為很多 你紅寶石也是相一圈 藍寶石也相一圈 翡翠也相一圈 它覺得那個款式這樣不對 但是我又不想買一個新的 所以它就有一些物件改款 尤其是淡面的翡翠 對 改款都是改什麼 包裹型的 就做得比較大 但是也比較 這種款式看起來就是比較 張牙無爪 很多人帶出去就是要讓它 被看得見 另外有一種叫做包款 做得更大 做得更大 但是這個有樓空 可是它滿香 這叫滿香 是... 那滿香的東西 可能會... 價錢會比較貴 那要如何讓它 變得比較省錢呢 樓空 你要樓空 這種想法會比較困難 可是呢 這個帶出去就是霸氣 可以幫它換一張臉好不好 如果你看 這顆本身是對的 這個翡翠本身是好的 所以就可以考慮 幫它換一張臉 換一個風格 那下一個我必須要說 它真的好大的一個 紫羅蘭 應該是 手把劍改成玉佩嗎 就是 買來就這樣子 買來就這樣 我覺得這個大小 可能算剛好這樣 手把劍 變形的 對 這是在昆明 昆明買的 在昆明買的 是紫羅蘭 後面還有一點點 帶一點點的綠 然後雕得算滿簡單的 但是本身 我覺得還算您這樣 放在您現在手上有沒有 留個鬍子的 張大哥在握著的時候 蠻有氣勢的 這件您當初買多久以前買的 賣多少錢 所以在大陸那邊 一般來講 大概就是三萬塊新台幣 三萬新台幣 幾年前的三萬新台幣 這個大概有十年多 十年以上 所以您也會到大陸去找貨 有 去那裡買 有 所以你到哪都要買 到哪裡都買 看過就要買 就把口袋沒錢 您客氣 您買這些東西 其實可以當作投資 東西對不對 這個是在珠寶店買的 還是在... 在珠寶店 在昆明的珠寶店 昆明珠寶店 那你怎麼樣去分辨 它的東西是A的 B的 你怎麼看 憑我的眼力直覺 來 這個直覺不知道 因為我摸這個東西 不是今天才摸 是... 也幾十年了 手感了 手感 有人溫度啦 還有輕重啦 輕重 對不對 大概墊一下 也有點概念 是 而且現在很大部分 這種所謂產區的珠寶店 所以賣的都是行家 它並不是說一般消費者 他們的當地的人 在那邊買珠寶 沒有 那當地人或多或少 幾個親戚朋友 都有做寶石的朋友 親戚 所以他們都是私下會買賣的 那真正的那種珠寶店 很多都是店家 批貨者直接進去 看了就談了 所以他們也都 價格上來講 就是屬於那種 一進來他也知道您就是行家 他也不用騙你 也不用說 是拿些拿假的 來考你兩下子 有的地方是這樣 沒有錯 但是這真的到產區的時候 他浪費時間 他不要這樣 對 直接很快的 就大刀切入就跟你談了 很多 為了這一家買了人民幣 大概 6萬多啦 6萬多人民幣 那你帶著錢去 還是在卡幣刷 帶錢去 他那一次消費了很多 這一件折合台幣3萬 我們也來試試看 這一件價格怎麼樣 這個時候把劍子羅蘭 請見價 7萬元 哇 我這樣大科買的東西 幾乎都是翻倍耶 這個又是翻倍 就紫爛了 第一個它 非常紫啊 然後水頭也夠 所以這厚啦 這很厚實啊 是 那很大部分的這個翡翠 現在都在我們中國大陸那邊 就是這個雕刻啊什麼 因為它有富裕了 這所謂的中國文化的背景 所以說這樣的一個雕工 就是日益的精進 那你看起來就很舒爽 就是個藝術品 那這一件除了這個翡翠本身好 它沒有裂痕 最主要是它的這個雕工 跟拋光 那邊邊角角拋得很乾淨 我們才可以給它這個價格 有的要拋得不漂亮 或是你看背後 你看它很光滑 對... 拿起來衣服擦一擦 你看好亮喔 對不對 很多人都喜歡衣服擦一擦 大陸的膠工踢球 我認為不錯 是... 所以意境也好 所以林工也細 就是已經看了很多年了 是 也很熟悉了 所以絕對不是工為您 這也是算專家了 有分配到 恭喜這一件可以 我找到哪裡都在看 都在看 都在挑 都在看 有時候多看就會知道什麼事 一看它就喜歡了 對不對 這個物件它是屬於內地貨 因為我去年去這個雲南藤衝 開科學家論壇 然後我 因為在論壇裡面 就認識一些很多 珠寶店的人 然後要我一定要去參觀 他們的珠寶店 結果我去看了 大部分都是這種物件 就是手把件 要肥厚 是 所以你買這個物件是對的 好 再來下一件 我不知道您也有收藍寶石 我們剛剛前面兩件都是翡翠玉石 藍寶石很多 對啦 人家說去泰國 都要買個什麼藍紅寶的 泰國 緬甸 甚至越南 柬埔寨 都是寶石之都 對 紅寶我是喜歡緬甸的 對 泰國就買藍寶 還有黑 紅寶是比較黑 藍寶也比較黑 是 所以這一件是在哪裡買的 這個是在泰國 在泰國買的 這是緬甸的東西 緬甸的東西 在泰國買緬甸的東西 是 緬甸商人過來 是 過一個橋就都沒買 是啊 是 都沒骰 那天我有中介朋友 我說我要找什麼東西 他馬上就跟我去找 是 所以在泰國買的 幾年前買的 這個大概五年多了 這個有十克拉 有十克拉 五年多 我們買是買整個的 整個的 沒有算克拉 懂 整個當初買 然後再回來做借台 一次我買三個 一次買三個 一個大概單價是多少 大概一共是 買了十萬塊台幣 所以一個差不多 大概三萬塊 三萬塊 是... 回來再這樣做借台 是您自己用嗎 自己帶嗎 我就是看上去隨便買 我看看您今天手上帶什麼 這個不好 直接把好的放在台上是不是 但是我覺得這個滿適合您的 說真的這個 它有一點點 我的尺寸 對 因為我的尺寸 都是您的尺寸嗎 我覺得這個顏色是滿特別的 是 這不錯 這很典型的就是 這樣的顏色的色系 您看到的星石 這兩個國家出產 就斯里安卡跟緬甸 那當然它的內含物 從顯微鏡下面表現出來 都是哪裡產地的 對 那通常這個星石 它的特色就是 因為這個 斯里安卡是屬於那種角力 就是那種 所謂四層礦床床 比較多一點 所以它通常就是 比較不好的會磨掉 所以留下的顆粒 精皮比較乾淨 那這個緬甸的話 它有一個特色 就是它稍微 說出來的就是裂痕 會多一點 這是事實 但是那緬甸的顏色比較好 它比較寶藍色 對 泰國的就比較黑一點 對 泰國那個 然後稍微 藏在那個桂頭大橋那邊 甘蔗帶不利 它會帶一點綠綠的 灰灰的 是 然後比較深色一點 對 比較深一點 是 這就是典型的 緬甸藍寶石 有照片可以看嗎 有 有 有 是 對 我們先來估價 好 來告訴你們 它大約這個行情 OK 我們再來評估一下 好的 來試試看 這個藍寶石 請 借價 四萬元 恭喜 小小算了一下 像這樣的藍寶石 我們預估啊 離它的尺寸起來 算起來 大約它就 10克拉多啦 我想絕對不會小於10克拉 那這個藍寶石 它這是緬甸產的 有些特徵 我們讓各位看一下 對 您剛剛說有一些特徵 然後有星矢 它有很多的 這個所謂巨片雙巾 然後它有色帶 然後它有一些金鴻石 是沒有斷裂的 是 那你看它裡面有一些 石紋裂 這是真的是 那緬甸的特色 天然的 所以在緬甸的藍寶石 要是這樣的青石 它什麼都很乾淨 那價錢很高很高 多高呢 我曾經看過 大約這兩倍大的一顆 它要價 那種批發價 它要了我3億的 免幣啦 免幣啦 也是不便宜啦 然後呢 像是典型的 然後像這樣的一個藍寶石 那它是無燒的 所以它的價格 其實也不是太差 還可以的 那最後就是拼顏色 那這個顏色來講 算是整個它不帶黑 算是一個藍色 寶藍色 可以用電燈打開 讓你看一下 它的顏色就是 屬於藍色的色系 很漂亮的 所以不會帶一種灰灰的感覺 也沒有綠綠的感覺 當然也不暗 所以說我們給它 大約四萬塊錢 是這樣子來的 好 恭喜廖老師 這個星石 是一個現象石 因為它有金鴻石 所以產生這個 六條線的現象 叫做星石 那什麼叫六條線呢 就要長這個樣子 它的星芒要直細量中活 直細量中活 就要 線要直 要細 要量 要置中 要活 它在動的時候 要會動的 是 所以要直細量中活 那你如果說 就在這邊下面它會 有的會少掉一條線 星石 那有的可能就出現三條線而已 那買到這種三條線 高價買的話 我們臉上也會有三條線 好 很多Mega 不同的 不管是玉石 藍寶 紅寶 都有一些Mega 那回到翡翠 這一件 它這個鏤空雕 做得很精緻 很吸睛 一看就會發現 這一抹綠在這邊 當然我覺得您很會挑東西 一方面就是像 我覺得剛剛老師說的 就是在雕件上面 您都是 仔細去挑選 看到了就喜歡 對 喜歡就無人如何 都要買下來 他就說 就只在你口袋 今天戴得夠不夠多了 是不是 這個鏤空雕件 我覺得很別緻 我自己拿的都很怕碰不到 是 不過它這個安全措施 做得還不錯 就最主才會是 整個自己加工的 加工做得還挺保險的 那當然因為它鏤空的關係 輕一些些 但是我覺得精緻度是有的 剃得也乾淨 這個買多久了 也是跟那個差不多使用 五年多 也是五年多 近期都還在買 您從年輕就開始了 這個 這是在大陸買的 在大陸買的 那個十年多了 是 是 也在昆明是不是 跟剛剛那一件一樣 在昆明買的 這一件當初十幾年前 買多少錢 也差不多這個價錢 三萬多一點 我覺得十幾年前 那時候入手感覺還可以 那時候還好 我在給它殺價 對 那時候還可以 買了好幾個 買了六萬多人民幣 那一天買了六萬多人民幣 對 然後它就優惠給我買 就有優惠 像這樣的翡翠 在最高峰的時候 大約在疫情前的兩年 可能是價格最頂峰的時候 哇 全國 全世界的華人 大家都瘋啊 喜歡這樣的東西 然後呢 整個不能否認的 像這幾年來講 那這樣的東西 就是慢慢的很多人 釋放出來 它價格上的確是 有稍微平緩了很多 我想很多 就確實是很多 但是呢 這個沒有什麼好擔憂的 就是第一個 它顏色夠好 夠漂亮 當然這個 您要 奠量一下自己的這個預算 假如預算夠的話 其實買一些這樣的東西 是不錯的 那就是說 這個不要太貴 那品質有特色 那您懂 千萬不要買到微貨 我昨天還跟一個客人 鑑定的客人講說 有人這麼樣的 我現在不用買你很貴啊 對不對 我只要一個三千塊的東西 我賣你一萬八就好 聽起來好像覺得我們很賺 消費者以為賺到了 因為新的 看起來假如是真的話 它要十八萬啊 對不對 缺錢 OK 結果咧 假的 假的你看 他只要賣你一個 他賺你一萬五就好 不多 他賣你十個就賺十五萬 那景氣一差 什麼奇奇怪怪事 都會發生 這樣子我們界定 也算是用詐騙 對不對 所以 運氣要好 眼力要好 平常多看節目 結論就是多看節目啦 真的 因為你看 我每天晚上看 每天晚上看不一樣 對 所以才會買成 你看 三萬多塊 這一件 剛剛我們那個紫羅蘭 同一家店買的 翻倍長了 這一件 有沒有機會翻倍 我們來試試看 江大哥請見教 你知道這樣的翡翠 它有幾個特色 第一個就是 這個雕刻 就我所知道的 它應該是在四彗雕刻的 因為四彗這種雕刻 是非常非常發達的 它會保留什麼 一抹綠在表面上 第一個 第二個 它會增加水頭 透光度 它鑽洞 增加透光度 戴起來就很 看起來比較閃爍 然後它的光澤比較好 然後再來第三個是表現 這個在福建 樸田的工藝上 它表現很多 表現它的工藝 所以它特意去做了 這個交叉 然後鏤空 背後你看 你看都沒有斷掉 整個 像那個什麼 觀音 它福禄獸 有那種九指 連環的鏈子 都是用整塊翡翠雕刻 它表現了一個工藝 這在福建 這個身上 看到很多的比比皆是 那再來咧 它當然 它除了這個以外 它有這個料 可能在某些地方 因為既然有翠綠 那只有黑一點 比較深色一點 不美觀 它把它很巧妙地把它叼走 叼開 那看起來整一件 它的這個很完整性 就出現了 相當不錯 是個很好的物件 來 老師 你這樣一個 它要將近一百萬 那這個只有五千塊 它的差距是很大的 所以呢 國人真的要醒醒 天上不會釣禮物 只會釣鳥屎 好激動喔 今晚你有空來開房嗎 挑加巴大神麻將手遊 即刻下載 要看你的神劍 它的這個很完整性 就出現了 相當不錯 是個很好的物件 來 老師 我來補充一下 這是上禮拜的事情 好 那有人也是到緬甸 去買那個翡翠回來 對 買緬甸的翡翠喔 回來之後 他想要 因為他買得便宜嘛 所以想要來我這邊 想要設計豪華一點 他覺得買得很便宜 我就問他說 那你買多少 我是沒有拍照啦 對 我說你買多少 他說我這兩塊 很大塊喔 蛋麵喔 這兩塊 台幣買七萬八 那個蛋麵大概有 我手指頭這麼大 那怎麼可能啊 因為我跟他講說 你這個不是緬甸的 不是緬甸的 怎麼可能 他在緬甸買的 但是我給各位看一個圖片 是 各位練一下眼力好不好 這兩個有沒有長得很像 靜怡 做節目做那麼久 看起來是假的 哪一塊是緬甸的 真的還有辦法 這樣看出來是緬甸 來的小賴老師 您遇過被詐騙的人無數 這樣真的可以看出 哪一塊是緬甸 可以 蛤 可以嗎 我看不出來 其實 妳 要這樣說啦 其實 緬甸的洋綠色肥脆 它是陰玉脂的 那維甸就是瓜地麻辣 我們 大陸那邊叫維甸麻辣 我們叫瓜地麻辣 它的那種老坑色是屬於 綠灰石質的 那綠灰石質通常 厚就會黑 所以通常 像剛剛廖老師那個 就是會調水比較薄 但是我要跟各位講就是說 不管是免料 或者是微料或瓜料 只要是勾票 讓它還是有行情 因為剛剛廖老師講說 兩個蛋麵買七萬 那算便宜 可能早期買的 因為現在微料還是有漲 我是覺得任何東西就是 明講明賣沒有傷害 微料也好 免料也好 這樣子 沒錯 現在我就要講這個市場 對 因為這個微料其實行之有年 是 那我們來講這個物件的市場 早期可以買到很便宜 現在其實就好像是 緬甸的紅寶石 已經漲到很兇了 但是莫山畢克的紅寶石有沒有漲 它有漲 它跟著漲 只是它可能維持原來的五分之一 現在漲成變成是三分之一 將來可能會變成是二分之一的市場價格 懂 所以這種微料的物件呢 你只要買便宜 但是它帶起來就大件 是 便宜 好看又好用 懂 這個都是一個市場的一個變化 大家可以吸收一下 好 謝謝 這我要插一點話 對 我一個學生做咖啡的 那我就說 你咖啡都賣什麼咖啡 說Colombia 賣什麼 很多很多各地的 非洲的什麼 我說我只買瓜地麻辣的 他說為什麼老師 瓜地麻辣咖啡好喝嗎 我說不是好喝 我們台灣的 沒幾個建交國 瓜地麻辣是我們很少數的邦交國 這樣都不願意邦嘛 就這個理論來講 這個理論來講 其實好的免料 好的這個微料 就是所謂的叫做這個瓜料 微料叫瓜料 其實我覺得 它假如說真的夠漂亮的話 大家應該收藏 因為現在不貴嘛 沒錯對不對 那不貴等於就是逢低買賣 好像說股票那個 K線圖一樣 現在在底部 那你買起來又好 就覺得好 我們常常講一句話 這個珠寶只要夠好 哪怕是你們家後院挖的 只要是天然的 就是OK 對 真的要買到天然的東西 大家還是要小心 再來這一件 哇很多長家一定要有 好兆頭 對不對 它是表面有一點點膨度 然後這裡頭這葉子裡頭 還是可以看到飄了一些綠花 然後我覺得意境還不錯 但當然整個玉石來講 好像有一點點偏灰灰的 你怎麼看 對 這件這樣到時候 那時候應該有 沙架空間在 對 對 多久以前 對 多久以前買多少錢 一件是在大陸買的 一群買的 昆明的 昆明的 那就是十幾年前 您說那個時候買一件 大概都是在 兩萬多塊 兩萬多 這不錯 好夠大 對啊 冰種飄蘭花 水頭非常好 說真的 對 那當然如果我們要挑剔 您會怎麼樣殺價 教一下我們殺價的話術 您買那麼多 都怎麼樣 老闆娘 那個店的老闆娘也會賣 也會賣 好 怎麼講 他就一直可以 一直可以跟我念 嫌他的貨 先嫌 先挑 選好了再殺價 選好了 再殺價 對啊 殺價要怎麼殺 是要先挑剔他的缺點 還是 就是當場給他殺 殺到第二天我才買 我當場沒有買 沒有當場買 沒有當場買 對 那當天你隔天如果回去 他就會覺得你就是喜歡這一件 他就更難殺了吧 他也不敢賣 他們通常會順水推舟 大家就是 因為我們中國人做生意 都有一點點和氣生財 您都已經不辭勞苦 願意再回來 我們就其實 真的 我覺得買東西是真的 第一個 要喜歡 第二個要符合您的預算 那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東西天然的 是好的東西 沒有問題 我怕買錯了耶 怕買錯 這件有沒有買錯 我們評估看看 來 試手機請 見 下 六萬五千元 哇 可以 這個不錯 還擔心嗎 不用擔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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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冰種飄蘭花 夠大 也夠厚 還有它每一個葉子 你看看每一個葉子 它的拋光都是很光亮 乾淨 乾淨 不過大陸的東西說是 把它拋光 比一般做得好 是 的確的 當然不是啦 是你遇到好的失誤 還有那個亂七八糟的也很多 但是我碰到的就是好的 我是這樣覺得說 你還是要善用放大禁 是... 所以你去買翡翠的時候 假如有機會到大陸去 或說你要去 然後張家界 不管去哪裡玩 放他進帶著 到珠寶店 假如你喜歡買珠寶的話 帶著 放他去拿出來 我跟你講老闆 價錢都一半了 而且... 不是我亂說 我年紀大了 眼睛也不行了 都是買東西 還好你也買到假的 還不錯... 那個商家性預購好 因為您看 我們剛剛看 他在昆明買了這幾件 都是OK的 裡面都是乾淨的 價錢之所以好 裡面是乾淨的 雕工也替得好 所以其實今天這樣看下來 都還不錯 所以下次知道在哪裡 要帶著張大哥去 對... 再來 紅寶石 還是個女界喔 今天第一次出現 女生的物件喔 張大哥也買女... 女界也買 這是好玩 好玩 我有五個孫女兒 是... 都是女孩子 是... 我們有孫子 有孫女兒 都是好啊 這就是一個給... 一個小孩子給一個 是... 也不會買錯啦 也不是很多啦 是... 小孩子帶這個剛剛好 這一件那時候買多少錢 這個買五千塊錢 五千塊錢 就可以買到紅寶石戒指啊 這個紅寶石 大約1.5克而已 大概沒有打重量 因為這都是屬於放銀毯 大約密測 這個... 李老師我的眼光看 這個台子是... 大陸台 這個... 我幫你看看 看一看是不是 他覺得是大陸 這是大陸做的銀台 對... 大陸做的銀台 張老師啊 有... 真的厲害 他都說我最近沒有什麼在看 我在泰國買的 對 沒有錯 是 在泰國買的東西 對不對 我覺得五千塊可以耶 每個孫女兒 一人發一支都開心 對 有五個耶 對啊 五個也才兩千五百 兩萬五千塊 是... 對不對 也可以啊這一件 這一件您有信心嗎 是在觀光區買嗎 在觀光區 大概是人家賣順的 也不一定 好玩... 當作好玩啦 沒有關係 小東西可以來會啊 少錢... 賭賭看 至少有上一刻啦 然後顏色 好像我今天這衣服的顏色 比較粉一點點 對 桃紅色 比較桃紅色 這一個好玩的 我們也來試試看 是不是 我大得孫女兒三歲二歲了 三十二歲了 對 好命啊 這件送孫女的禮物 我們也來試試看 好 來 請 兩千元 張大哥 您不適合買便宜的東西 你不能買好玩的東西 你要認真玩 對啊 我要跟各位解釋一下 怎麼那麼 這是紅寶石啊 它是 灌那個千玻璃 還能這樣 加上紅寶石 在台灣早期也是 有一段時間也很多啦 那它基本上來講 只要用認真 用比較大家懂的話語來講 就是好像 逼貨的紅寶石 灌膠啦 灌什麼 灌一些玻璃啊 加工到很多 然後再顏色處 紅寶石 我現在我不敢說 我看不去 讓各位比較一下 它的顏色 其實它看起來 差不多 差不多 也不會差距很大 那像這樣的紅寶石 當然它比較大 對 這樣一個 它要將近一百萬 那這個只有五千塊 它的差距也是很大的 那哪裡大咧 我們從內含物來看 這個可能就牽涉到 一種所謂專業知識 還是讓各位看一下 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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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看看裡面長什麼不一樣 對 那這個是我們從正面看 顏色很接近的 那其實它這是非洲產的 那就是一種 我們所謂新燒法的紅寶石 這上過課的同學 應該都會知道的 那這是這個 也是這個 莫山比克的紅寶石 最近當然很夯 顏色很好的 是Vivirate 就是燕紅色的 好 那我們下一張 先來看 這個是屬於 所謂新燒法 處理的紅寶石 它有幾個特色 第一個 它的表面很多菌裂紋 很多的菌裂紋 那第二個 它內部有一些藍光 這藍光 這些東西藍光 這藍光就是一個玻璃 裡面金的玻璃 它反光 反射出來的 包括很多只要有沁色 對不起 有這個灌膠灌這個玻璃的 像鑽石也會這樣子 就產生那種彩虹的藍光 那它還有一些氣泡 因為它灌的時候會 一顆一顆小小的 這個氣泡在裡面 好 那再來是這個紅寶石 這是我們這一顆 天然的紅寶石裡面 它就很清澈 很清透 除了一些指紋狀構造 一些晶體 它就沒有別的東西 這是最大的差別 那這當然是在顯微鏡下面看 但是假如你善用放大鏡 到產地去買貨 你要很小心 那很多東西 我覺得從一個方面 至少可以很快的知道 就是表面 它假如菌裂紋 太多 過分的這種 就攪了 攪一攪這樣 打成這樣 那你要小心一點 不是說一定不好 那再來就是看內含物 這樣子 這是簡單跟各位介紹一下 好 來小燕老師 我補充一下 因為最近就是 因為免內紅寶非常貴 那上一次有跟大家分享 那個台灣被那個 勞免直播台 詐騙翡翠的事情 那前陣子 我有遇到一個是 紅藍寶石的問題 就是說他們直播台很喜歡 拿原石 然後你在現場也是 點那個原石 然後他直接切磨給你 就有點像那個好像是 你在現場那個宰紗秀 其實他是宰紗你 不是宰紗那個寶石 因為遇到的都是這種 新燒把紅寶 就是他現場會拿原礦 然後就很多可能他的 Sakura就在旁邊 然後 鼓吹你買 然後你就是競標 競標完之後 他就跟你說 一個禮拜後 我會幫你摸成那個樣子 他禮拜後跟你聯絡的時候 就是拿一個新燒把紅寶給你 然後你就會認為說 緬甸產地直營 然後又是這麼的原礦 叫礦區的 有時候他會叫一些緬甸的人 穿軍服 就是說這個這個礦 是他們的怎麼樣 其實那都是騙局 緬甸紅寶非常貴 所以如果你是他給你一個什麼 二十克拉的 十克拉的 基本上他是拿那個火龍法的 那我有遇過是拿這種 一克拉兩克拉的 新燒把紅寶 然後騙你是緬甸的 那你如果一克拉兩克拉 無燒的緬甸紅寶 大概都要六七十萬 怎麼可能幾萬塊 甚至幾十萬賣給你 所以呢 國人真的要醒一醒 天上不會掉禮物 只會掉鳥屎 記得 好啦 每次就是這種 勸勢的故事聽完 大家真的就要小心 有一些詐騙的手法 好不好 因為小賴老師碰到太多了 先玲玲的例子 我們願意告訴你一個 數據 目前來講 假如是一個緬甸的 無燒的 然後有國際證書的 紅寶石 割雪紅的 我用最頂級來講 一克拉莊的 然後他要購乾淨 火光啊不錯啊 所謂火光不錯 大概百分之五十以上 大概用這個鑽來抓 然後不要有重大的裂痕 這樣子來看 一克拉的行情 是 緬甸 無燒 割雪紅 有國際證書 GIA也好 GIS也好 這樣子 基本款 就是一萬五千塊美金 所以絕對不是開玩笑的 說這樣幾千塊 幾萬塊你就可以 沒有這回事 好 大家還是要行行 還是要當心 一萬五美金 割雪紅不少 再來看看這個 是一個肥醉手鐲 他嘴頭非常好 他也沒有什麼瑕疵 然後再來他的手 又是正常的 對 手也是標準的 不是緊到不得了 他不會把這個拿出來 我覺得老闆要跳樓了 今晚 今晚 你有空來開房嗎 今晚 你有空來開房嗎 我們都在挑 Java大神APP 一起開房插花胖胖虎 等你喔 再來看看這個肥醉手鐲 今天我必須要說 我們張老師 您前面這一些 每個都幾乎是翻倍轉 對 前面只要碰到肥醉都沒有問題 對不對 這一個今天是最後一個物件 鐲子 我對您相當有信心 你買多少錢 兩千五 我等一下 兩千五台幣是不是 太多錢 太多錢 那差不多嘛 零點九的話 當年還可以打八折 匯率的關係 所以大概兩千台幣 有打八折 有啊 兩千五還有打八折 可不可以買到天然A貨 我這個就有點替您擔心了 您剛剛前面那個五年前買的 您的預算大概抓在兩三萬 是 那這是幾年前 這個 大概也是五六年了 這現在是近期的 近期就這麼便宜的您買 來 在哪裡買的 在泰國邊界 類似像這樣的翡翠 這顏色它是屬於那種比較帥 帶灰 所謂什麼叫油青種的 那它的水頭非常好 那在目前來講 很多的這個我們的業者 會常常跑到這邊去找貨 但現在因為緬甸戰亂了 所以它很多東西 這個等於是貨幣交換 拿到當貨幣的 所以它假如家裡不是窮 不是窮 就是不是緊到不得了 它不會把這個拿出來賣 因為有時候你遇到好運的時候 可以嗎 真的很便宜 可是這個兩千五 就它好像兩千五百塊 太便宜 會不會太誇張了 它還不知道兩千五 我買了好幾隻 十幾隻的 買了十幾隻 大概是兩千二左右 買了一隻 又還可以給打折 你買那麼多回來幹嘛 送人 送人 送孫女又送掉五個 沒有 主要是這個孫女 如果有人要送你一次 送你這樣子 我怕我待會兒下節目會收到一隻 好 太多了 太多 但是我說真的 不要隨便承諾送了 這個價錢我聽了很驚人 是因為 我們很少聽到 這麼便宜的東西 然後是對的 而且無暇 在節目 然後我們常常看 對 我想靜宜也看多了 對不對 像不像也三分一樣 這個怎麼可能這樣 張老師你是不是買兩萬 然後爆兩千 想說這個顏面問題 你如果要幾隻 你跟我說 我給你載回來 現在還找得到是不是 太多 還有 蠟入那個瑞麗 也一辣的一空 但是怕是不對 這個是在米城買的 這是在米城買的 早期像這一種 一刀切下去之後 如果是像這種灰色的 對 它就拿來當我們大理石的椅子 放在門口 就讓你坐 後來你現在在去的時候 對 那個整個街上的這些石頭 都不見了 就是這一種貨 大家又拿回去切 對 然後能夠賣多少就是賺的 那兩千有點 但是他真的是買得 超便宜 還是啊 你還要成本 你要拋光 你得磨 對不對 你得成型 然後標準為 兩千五 而且他還有 他買很多還打到 兩千二泰銖 大概算是兩千台幣 對不對 兩千台幣 我們讀讀看 就看了今天 林鄭老師的寶座 能不能保住了好不好 好 我們來看看 最後一件 請見 下 十五萬元 你真的還兩千嗎 兩千二 我的媽呀 現在太多 十五萬 我們覺得很訝異啦 當然 這個扎大哥可能也 吃藥的時間到了 沒有 記憶失憶 這個心意到了 看完笑的 首先 十五萬耶 還不只這一隻 對... 下次再來 老闆你看 本來是看一下開兩千五 對 後來我買了十隻 他就優惠給我 我覺得老闆要跳樓了 老闆真的要跳樓 藝大廳 太好吃了 真的 很多產地的老闆 他是忘記了 以前的行情 那現在的行情 現在就是 這個 我告訴你 兩千五 這去廣州賣 一隻 賣個一萬多 兩萬人民幣 人家馬上買走 老闆要起雞皮疙瘩了 所以說像這樣的東西 像這樣的東西 它第一個是冰若種 第二個 它無瑕 幸運 它也沒有什麼瑕疵 然後再來它的手 又是正常的 手也是標準的 是 那你說它是比較細 當然現在流行 稍微寬一點 不重要 它不是細到不得了 現在有那種 那種手肘把這磨到 很線線性 是幾個方法 因為有瑕疵磨掉了 然後再來就是 可能是兒童帶的 小朋友帶的 壞掉沒關係 這個不是啊 這是正常的 所以我們給他這個行情 是正常的 你在市面上 就是要買這個行情 對不對 所以這個 就覺得說 我覺得很訝異 他剛剛講說 拿了兩千五百塊 怎麼想跟廖老師 跟賴老師 這討論的都 這只有搖頭而已 兩千五百美金 然後他都賺 兩千五百美金 那太多錢 對 那只有 因為小孩子剛好要註冊費 所以今天便宜賣給你了 而且他說他有買十幾支 對... 所以說祝福您 真的很幸運 真的很幸運 非常幸運 我要摸一下 摸一下 我去... 我去... 去緬甸他跟我講 兩千五 那懷疑 看一看 真的啊對不對 天然的 天然的 我必須要說 剛剛我第一時間 聽到這個價錢的時候 心裡一直講說 完了 糟了 今天我不想要你用B貨 做Ending 我真的很替您擔心 可是兩千兩百泰豬 結果見價十五萬元 如果您家裡頭 有這麼多 你覺得懷疑的物件 帶來大巡寶家 你會有意外的收穫 今天非常恭喜張大哥 我要講您張老師 謝謝 謝謝 謝謝